借这个机会,因为我无机会去探何杉仁, 想去探他试过一次, 那次因为我的名字不在他名单入不去, 但昨日有律师去探他, 当时他跟律师讲有些事他想我帮他澄清, 所以我亦很快在我面书及其他渠道澄清, 我高兴见到很多人在分享转载, 何俊仁留意到最近有些报导, 提到陶军行好似在有些网台节目讲, 较早前何俊仁跟张文光有个会面, 好似建议张文光讲是否看支联会前途, 是否解散,当然这是很轰动, 其实张文光亦出来已否认, 但何俊仁都想再清楚一点讲, 当然是有见过面, 他们亦讨论支联会前途在现在的警方, 是否解散可能是其中一个可能会發生的事, 但何俊仁说他们会面大家讨论是一个私下谈话, 是无人打算将谈话讲出来, 更加无何结论说要将支联会解散, 他亦说张文光无建议解散支联会, 他希望可以澄清以证是听, 这就是何俊仁自己透过律师告诉我, 亦帮他上载, 我希望大家对这有兴趣可以看多点了解多点, 我都觉得真的很烦, 以前一直都做得, 我自己都去过纪念馆很多次, 不同年我都带我的徒弟, 中学生也好大学生我都带他们去看, 亦买些那些衣服大家买来做纪念, 今早一早亦有个朋友发个讯息给我问, 今日怎样,原来他网上约了, 今日下午五点去, 因为支援会都叫人要预约, 因为社交距离问题, 他看见昨日发生这事又说民署又去查牌, 他都不知怎样, 他一早问我,我都问回支联会, 后来我看到支联会说跟律师谈, 因为如果政府要搞事, 他当然要看有何法律依据, 所以暂停未开放, 我相信如果支联会问清楚律师, 如果律师给他意见是可以, 我相信他都会,但我不知道, 但当然是很多市民是弱了亦都想去, 我就不知当局用不冤又找些原因出来, 在搞他,真是很烦, 但讲起六四, 我今次都听到行政会议成员汤家驊在电台, 因为电台想去解释一下, 是否很多人怕无端端犯法, 好似我现在穿了黑色, 有些人都说是否会被人拘捕, 因为如果现在在这带, 在湾仔、铜锣环、中环很多警察, 又说要捉着那些穿黑衣的人, 又守身, 我不知是否无人守我身, 不知是否可能是犯法, 我真的都不知是甚麽事, 湯家驊说了一些, 你自己去问清楚他, 我都不识转述, 实在甚麽事呢, 香港是去到一个甚麽境况呢, 其实当去年国安法北京 批来给香港时, 当时特区当局包括林郑月娥都说是无事, 是影响很少人, 当然要处理那些危害国家安全, 但很少人, 但现在越来越讲, 好像越少越少越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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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穿上黑衣都可能被人拘捕, 唉,那是甚麽事呢, 香港变到甚麽日子呢, 好似我那日去法庭, 那四十多人拘捕了, 说他涉嫌违反国安法, 他们的律师都说你违反什麽才行, 那个内容是怎麽呢, 那条法例, 你又说7月8日又说他拿去高院, 又说要他们可能叫他们 自己宣布自己是否认罪不认罪, 那些律师说我都不知 那个法律控罪内容的详情是甚麽, 那些律师说我怎麽去建议, 那些被告告诉他应该认罪不认罪解释, 他怎麽搞, 那法官说不怕了, 7日前就会给些文件你, 那些律师说这是一个很新的罪行, 很多人都不认,都不知怎麽, 这些几日给一大袋文件, 有些又不会翻译, 有些律师是西人,我怎麽看, 那法官说无, 我无权的, 在法例我无权叫控方指令他怎麽做, 你喜欢你便写些写信给他, 然后就塔了三个月, 可能再塔,再塔, 不知要塔无限期, 控方在搞他那些事, 但人家又不知其实内容是甚麽, 什麽叫法治,什麽叫公开公平的审讯, 那你说怎麽搞呢, 唉我觉得初初又说不怕, 法例影响很少人, 现在影响到多人多得, 很多人的被告家属朋友传媒, 很多人都很害怕现在, 现在穿黑衫都害怕,真死得了, 多谢廖天琪邀请, 我以前都应该参加过一两次, 而他们以前几年是可以来香港开这个会, 多数都是在城大召开, 很多人参加,今次就无, 但他找我,我便参加, 本来说10点至12点, 怎麽知10点搞到1点几, 但很多人都表达他自己对六四事件, 看法各样东西, 因为每人都讲三分钟, 我都借机会讲一讲香港的情况, 亦都告诉他听, 何俊仁、李卓人那些全部都是资联会的人, 被人拉了现在锁起来, 但很多人在香港都会继续为自由, 为法治,为人身安全,为民主, 一路去抗争, 但希望国际社会关心大陆人权, 亦都关心香港人权, 我又不是政府,又不是律师, 怎知,我都不知我自己会被拉, 但我觉得市民应该用他的智慧, 用他的勇气, 亦都要好小心去处理, 何俊仁未被人踏起之前, 他都讲了,整个香港都是维园, 你用你的方法去做, 是否一定要被拉才做到, 我觉得未必, 但每个人尤其那些拿大人身份证, 他自己为他的行为, 他的言论去负责, 个个都是, 但有些年纪轻那些, 我们更希望保护他们, 所以大家都用我们承担, 用我们智慧要小心去做, 大家都有些想做, 但何俊仁都讲了, 很多人都讲了, 大家小心去做, 亦都希望当权那些人 不要周街去拉人, 我都不是做了很多资料搜集, 我不是那麽熟, 我希望不只是记协, 其他人都出来讲多些资讯给市民知道, 有些人讲其实全世界很多地方都是实名制, 香港是比较特别, 是否真的呢, 这些资讯我希望各方面都拿多些出来, 我在这方面无做多研究, 希望大家拿出来, 是否我们现在做法, 其实跟国际社会一般做法都看齊, 或是离开了,很离谱, 我们大家要找清楚先, 如果真的离开了, 是否令到不要讲记者, 其他人做事都会有困难, 大家拿出来讲, 现在我暂时不是掌握到那麽多资料, 志英那些我亦都不是很熟, 因为又讲到金融各样东西, 我又不是很熟的东西, 我便不会扮代表, 知小小办代表就不是我, 但反而很多人一直跟我讲, 很怕苹果是否会接埋, 是否很多人会失业, 甚至很多人已离开报馆各样东西, 这些我都不太好知, 但当然你见到如果真有新闻机构接埋, 或好似香港电台被人打压到那麽紧要, 大家当然很担心, 这又是一个讯息告诉你香港已不同, 不是当时有些人告诉你, 是影响很少人, 其实影响原来很多人, 其实打针我觉得很多科学家, 很多医生都说应该打, 我都打了, 但要令市民心服口服才去打, 这就是香港人, 林郑好几星期前都说, 香港人你不可以逼她, 好似有些人你拉她又说限聚令, 罚你五千元,好给你罚钱, 我就是不听你说, 他自己亲口讲,这些就是香港人, 为何你不去做些事令香港人信服呢, 你越谷就越麻烦, 但有些人喜欢去鼓励, 无紧要外国有些抽奖, 有些说拿到百多万二百万, 那就让他做, 但你不好,你不做我就罚你, 但他又自己出来说话又说不是罚, 但原来又是罚, 你讲话你这样搞法, 更令市民很乱, 亦很不信任, 那就无得打, 其实香港很怪, 很多国家很多地方, 人们想打无得打, 我们有一打就求人打, 你说怎会出现这些事, 就是因为香港有个林郑月娥, 个个人有自由, 谁人讲啥没问题, 民主党主席罗建熙都讲了, 现在党内大家谈, 任由人大家谈, 谈到过一两个月或三个月, 开个特别会员大会投票, 我觉得这是没问题, 所以大家谈, 亦可表达意见, 说给民主党听, 说给其他人听, 希望就算这样讲话都不会被林郑月娥拉, 大家继续谈, 意见当然会分敗, 如果只是统一意见, 共产党也不是统一, 不过他们讲不同意见可能有很严重后果, 可能香港都很快是这样,